記得一定要是這個 就是一定要是有個STOP 如果你按下去 那它又跳回STOP START 那表示你有錯誤啦 剛剛有同學 遇到我講的 第一個不要中文目錄 它中文目錄就是會出錯 我不知道為什麼 第二個好像如果你不是放根目錄 好像也會出錯 第三個好像也有同學是放在隨身碟也會出錯 反正可能的問題都把它排除之後 它應該就會RUN的很順利 打開來就可以RUN了 而且它好像在任何電腦上面 你如果要馬上架一個server 就馬上可以OK了 所以以後如果說你要把一些檔案 給人家的時候 那可能它在 它可能在全世界任何個地方 然後你也有個固埃 那你也希望把你的大量檔案放在一個地方 它能夠存取的話 要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如果用這個就可以了 你不一定說要把它漏到雲端 然後再告訴它雲端在哪裡 其實好像也是很麻煩 尤其是檔案很大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善用固埃 真的 如果你家裡沒有去申請固埃 真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那DDMS可以嗎 也可以啊 可是DDMS就是你要隨時 它會 它會 你又換一個IP的嘛 浮動的 那你又要再重新再連 我是試過 我是覺得不太方便 因為你隨時都還要 而且那個名稱 有的時候不是很漂亮 它會動態給你 它會給你一個名稱 一樣可以連結到浮動的 可是還是 麻煩 倒不如就是說 你就弄一個固埃就好了 可是你用固埃安全性嗎 安全性 我的server很久了 十幾年都沒有問題 也沒有因為這樣掛掉的 所以 基本上 而且我那個server也不是什麼 什麼什麼什麼 政府機關 或者是銀行 它沒事 而且還好 我是用那個 這個Synalogic的那個NAS 我是覺得用起來 目前 應該知道那個NAS 那個是一個 有一點像 就是小型的那個伺服器 它的好處是怎麼樣 第一個 便宜 沒多少錢 第二個 很省電 它也沒有什麼聲音 它就安安靜靜的 然後耗電量大概就 十幾瓦二十瓦吧 然後 也不會吵 就隨時就放那邊 然後 你只要給它一個硬碟 它就可以隨時當成是 你要分享 比如說你要架一個server 你就把它 放上去 那它也支援PHP 也支援MySQL 也沒什麼問題 用了很久 都一直存活著 另外如果說你要分享大量檔案 你也可以用那個當成是檔案伺服器 我應該都知道那個東西吧 NAS你就打一個那個群 群灰 群是那個群眾的群 灰是日誌旁那個灰 日誌旁那個群 對對對群灰 Synalogic 那家公司 用的那個納指還不錯 那 這邊的話大概就是幾個 如果說我今天設定好之後 如果說你通通沒問題了 那如果說你要怎麼樣 把你電腦裡面的東西 分享給另外一個人 那如果你有一個固埃的話 做法非常簡單 你就是在這邊打一個IP config 會有個固 假設你是一個實體的IP 那即便是在全世界任何個地方 你告訴它之後 它可以連的到 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第一步怎麼做 就是你必須在你的根目屋底下 那你怎麼知道說你這個網站的根目屋在哪裡 其實非常好找 就是在我們 假設我是放在D疊底下對不對 這一個 那以後它的就是主目錄 就是在這個 HTDOCS 也就是說呢 所有的網站通通在這裡 那網站裡面會有個直網站 直網站怎麼建呢 其實非常簡單 我就在這個打開來有沒有 我就在這裡放一個什麼 放一個test好了 你就新增一個目錄 然後在目錄裡面 假如說 我有三個檔案 要分享給朋友 然後你要怎麼做呢 第一個你先建一個目錄名稱叫test 接下來告訴他你的IP位置 然後那個人的話他就連結過來 假設我今天從這邊他就打192.168.1.51 這個是你的IP 假設你的故愛 斜線一個什麼呢 你的對對對目錄 然後呢 因為裡面沒有INDEX沒有首頁 所以你按ENTER 理論上呢他就會把什麼呢 你的裡面的東西全部都列出來了 如果你有大量的照片啊 影片啊什麼有沒有 你就告訴他 按下去 他就開始下載了 那穩定性怎麼樣 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啊 你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 都還蠻順的 其實我測試過很多地方 只要到任何一個國家 反正就試一下 自己的server好像也都沒問題啊 而且我不是 我的那個那個線路一定是中華電信的啊 不過我的那個那個什麼 連線是利用那個CNET嘛 用CNET 也是遠傳的 我發現好像也沒什麼問題 我是不知道說其他家 到底是怎麼樣 不過一定會有個固埃 那這樣的話以後 你的那一台電腦 只要是開著 他就可以讓人家隨時去download了 那你只要配合這一個 再裝一個 就是把東西放在你的植物裡面 就可以分享給別人了 這樣好像也蠻容易的 等於一下子你就變成 有點像雲端的那個檔案伺服器了 OK 所以這邊的話我想 等一下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可能你跟你的旁邊的同學 兩兩試試看好了 你可以看到他的 他可以看到你的 互相下載看看 互相應該也蠻快的 按下去 不過自己連自己不准 一下子可能就下載完了 那內部網路也可以這樣子 因為有的時候你要設定那個網方 常常奇怪 因為現在的網方 比較麻煩設定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設定網方 你跟你同事之間要交換資料 你又不想用USB會中毒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這個方法 好 那這個是第一個 做法特別重要 是一個TEST 路徑的話呢 其實很好記有沒有 就是在哪裡呢 根目錄底下 HT Duck 裡面 建一個目錄就可以了 把東西放進去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而且現在的那個電腦 微型電腦 像我前一陣子還買一台那個 好小一個 甚至現在有一個小到 只有一根棒子一樣的 它的耗電量更低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我們這個東西 SAN 把它放在那個裡面 你就 而且它開機 耗電量大概 可能大概10瓦的電力 恐怕比一個電燈的電力還省 那你就可以利用它怎麼樣 在任何地方 你就可以架佔了 對不對 我覺得 架佔真的很方便 你有自己的SERVER 那另外就是說 可能有同學擔心 什麼會被害客入侵的問題 那很簡單嘛 你裡面也不要放什麼東西啊 說真的啦 你被你害就害嘛 而且說真的 應該也沒那麼 也沒那麼脆弱吧 所以其實 要架一個SERVER 沒那麼困難的 OK 至少就是說 你就晉升到有SERVER的等級了 至少說 我有SERVER 所以我可以分享東西給你啊 那你沒有SERVER 所以以後我要分享給你 你要分享給我啊 我們可以對等 所以其實呢 在我NAS裡面哦 我就有放了很多 比如說最新的那個 院線片啊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就可以 跟好朋友分享一下啊 之類的啊 當然 只要不要 popular 不要把那個 公開出去哦 都 就比較不會什麼問題啦 所以 尤其像有些電影是 但是大陸那邊好像還蠻容易就找到了 最新的哦 OK好 那這邊的話請各位哦 呃 試試看 記得在根目錄裡面呢 加一個目錄 叫TES 然後呢 你就直接怎麼樣 把一些檔案啦 你就放一個 讓其他電腦啦 可以連結到 這樣就完成了這個 我們的 呃 第一個階段 那他基本上就是用 Apache裡面的一些簡單功能 你就可以拿他來當 檔案伺服器的 OK 而且任何電腦都可以裝 我沒有試過那個用 Win10 試試看 所以你用Win10看 反正 基本上呢 應該都是一樣可以run的 因為都相容32位元 的 這個SAN 然後呢 防火牆記得打開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啦 而且這個東西我覺得他簡便 穩定性其實也相當的好 甚至人家測試過啦 Apache被害的 這個機率 比IIS還要少 就是那個 那個微軟的那個Windows 還要來的少 所以我覺得安全性應該也是還OK啦